三藩市 汽車盜竊匪徒 加向車房賣手 三藩市的汽車盜竊極為猖獗 有人認為將車停在自己車房就會非常安全 但近來不少車房也發生匪徒進入爆竊 有一名女車主聲稱匪徒打碎她停在三藩市汽車的玻璃 盜取車內財物之外 更取去她的大閘以及車房開啟器 而就在當日匪徒按照車輛登記證的地址 去到市主東灣家中兩次開啟車房 不過發現屋內有人就沒有進去 而另一名車主就表示她的Master Miata汽車 在三個星期之內被打碎車廂玻璃盜竊兩次 而最新一次在星期六午夜左右 在第五階隔Mission Street的車房內被爆竊 而車房內是有保安員 數據顯示在過去七天三藩市有260宗汽車盜竊 而過去30天有2,000宗汽車爆竊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 大家是否請… 旅行…